上一集大家的觀眾是否已經知道 整個馬鞍島微樓的規劃和喬喬成怎樣 今集整個馬鞍島 其實也不單是馬鞍島 是整個大灣區 所以大家對中山關注的話 今集就要看 因為有整個佈局 由政府規劃局來講給大家 V加級你一個沒蚊的家 現在夏天又來了 你知一下 我們的大灣區新樓盤 旁邊左邊又在裝修 下面又有地盤 蚊蟲自然多 昨天蚊蟾到我黑眼圈 管家王 怎樣幫大家 當然是找我們裝全屋的三房 這樣綁套餐 只需要一兩四千八 去幫大家裝全屋的蚊蚊 那有什麼特別 我們就有最新的巨術 還有做很多款式 可以給大家選擇 那如果我去香港安東可以嗎 當然可以 我們現在很多香港人住 都排隊找我們安裝 只需要加一千五百元 就可以安裝 嘩 我已經全屋裝了 所以沒有了行鞋圈 那現在夏天 真的很多人排隊落單 大家快點想有一個沒什麼的格 立即打馬上的電話 上一集 大家觀眾是不是已經知道 整個馬鞍島 微樓的規劃和條橋架成怎樣 今集整個馬鞍島 其實也不單是馬鞍島 是整個中山 大灣區 所以大家對中山關注的話 今集要看 因為有整個佈局 由他們政府 規劃局 來講給大家聽 阿芳麻煩你介紹一下 崔恨新區 是處於整個 粵港澳大灣區 九大城市幾何中心的位置 集中了海陸空軌四維交通 那未來我們不僅可以通過深中通道去到深圳 我們也規劃有深大城跡 深圳的33號線會接駁到13站 即是說廣州人等等 其實是可以乘地鐵來這裡 所以全部來這裡 再行深東東 又或者來這裡乘船回香港 或是遲些船去其他地方 我之前 政府這個想法很聰明 其實我還想過一個問題 他在這裡乘地鐵去到廣州 轉回去廣州南 搭回高鐵回香港 真的可以 四通八達 是的 但是我還有一個問 他這個地鐵33號線是什麼回事 我以前沒有聽過 深大城跡 深大城跡 都是在開的 是在開的 是開的 開的 就是誇張 好 繼續 好的 那在我們這一條香三站這裡 建設完成之後 我們也會規劃建設 從香三站接駁到 珠海的一個拱北那邊去 所以我們是連通了 整個約港澳大灣區 黃金內灣100公里的一個交通線 那我想問從這裡到這個珠海多久 那也是在30多分鐘左右 到廣州珠江新城 45分鐘可以到達珠江新城 多少 45分鐘 45分鐘 因為我們這條線呢 它是時速最快的 160公里每小時 那到深圳呢 到深圳的話 走深大城跡大概也是在30分鐘左右 到深大城跡過來 30分鐘左右 嗯 OK 那我們這裡呢 海陸空軌 雖然我們中山沒有機場 但是離我們五大機場呢 是非常方便的 這裡20分鐘就可以去到保安機場 直飛全球 那在碼頭乘船呢 也可以直接去到香港的國際機場 以及可以乘船去維多利亞港那邊 也是非常的方便 那在這裡乘船也是可以去到澳門 以及中海 海陸空 海陸空軌 海陸空軌 這邊請 這邊就是我們的城市建設 我們的地下中和館呢 以及我們的 我們看看城市建設的地下是怎樣 是 新區 各位觀眾 新區呢 我以前有介紹過 包括環琴啦 前海呢 還有現在紹興的新區 它的地下都是這樣 地下其實是貫通的 他們呢 以前地下用的所謂海綿城市的領域 是的 都聽一下馬安島這邊 新區這邊 究竟地下通道是怎樣搞的呢 是 可以直接收一下 好的 那我們的地下中和館呢 是集中了四個餐 污水餐 燃氣餐 高壓電力餐 以及中和餐 各位來的時候呢 也可以看到我們新區上面 是沒有任何的高壓線啊 以及有一些電裝啊 這些類的東西 那我們做地下中和館呢 就是為了避免以後維修的時候 需要開塘坡度 把路面挖開 人都能進去是吧 是的 我們還可以開維修車 在裡面維修的 哇 開車進去 是的 因為它是高三米寬四米 四個長的話是總寬十二米的 高三米 是的 我真的 我站進去做好大空間 對 我們也是對標的是 深圳前海的一個高標準建設 所以那些新區呢 就越來越更加厲害 沒錯 就像我們買衣服買鞋一樣 新出的版本呢 會比較漂亮的 而且它這一個revo 是做得更加高級一點的 因為其實無論哪個新區 多多事少 因為有些原居民的原因 所以無論如何都會有些電線高 那些東西 它現在簡直說 可以全部實現賣地 全部賣地 全部賣地 即是說 未來可能我們現在提到的東西 可能會有 但它都可以幫你處理 因為整個新區它整體的道路規劃 全部以這個標準 那真的很棒 所以為什麼我經常對新區很有信心呢 沒錯 新區真是英俊 對 你這些最麻煩的東西 全都在地上 那你在地面裡 你的交通各方面 乾淨 方便嘛 英俊 當然了 新區最初都是大兄土目 現在第一件 地盤來的 全部都是地盤 以前今晚就是這樣 對呀 比你面子更厲害 你兩個過兩年 到時我們又來拍 完全是另一個世界 反應 大家可以放牆商看我的影片 OK 好 繼續 這邊請 好 好 好大 真的好大 那這邊呢 就是目前我們新區的北部片區 北部 北部片區 我們是分為南北 那這邊正前方看過去的那一片呢 就是南沙了 這邊是南沙來的 嘩 嘩 北部更漂亮 嘩 這個就是公園 這個就是公園 這個公園超漂亮 嘩 但真的沒有在上面看下去 我們這樣看下去 感覺真的很不一樣 嘩 大家觀眾你親眼看 真的漂亮 而且公園座過幾公里 就是海面 沒錯 那對面就是南沙 南沙 厲害 所以它的地理位置是真的不錯 沒錯 那我們這個翠湖公園呢 也是非常有特色的 最早已經就是體現了 我們深中一體化的一個體現 深中的看法 是的 因為原來這裡呢 是一個踩石場 然後這裡把它挖下去有80米深 這個石頭呢 就運去了深圳那邊建保安機場 所以在很早之前其實我們已經跟 哇 交換 故事 是的 噢 石頭 OK 那個是什麼 那個 酒店來的 這個 灣區國際人才港 就是我們說的 這個就是灣區國際人才港 是的 客金二期 那如果國際人才港呢 就 很多政府優惠政策是支持創業啊 是的 大家來到搞一些生意 那樣的 那我們這邊正前方看過去 紅色的那棟建築呢 就是中山紀念小學 中山紀念小學 小學 小學這麼大一間的 挺誇張的 是啊 還有呢 那我們這邊正前方看過去 比較靠近南沙 有點黃色的那一片呢 就是我們打造的 冰河沙灘公園 沙灘公園 我看到真的在挖一些沙 沙灘公園 是的 是的 就是那邊 是的 沙灘公園 嗯 因為我們這裡一片都是海岸線 那我們肯定不能浪費這種條件 所以我們在這邊打造了一個沙灘公園 沙灘公園 海岸線真的很好 好 因為它整個島 四面黃岸海 是啊 然後它北部這邊主要 都是以這種公園啊 景觀這些為主要 學校這些 是的 因為我們的文體設施呢 基本上都是圍繞著我們的 翠湖公園去打造 嗯 那我們打造的一個 翠湖文化藝術中心呢 也是在我們的 紀念小學的 斜前方的這個位置 嗯 嗯 好漂亮 好 這邊請 這邊就是新區的產業板塊 新區主要是4家X產業 新能源 新一代信息技術 健康醫藥 現代服務業 X呢 就是生中未來產業走廊 那麼我們第一個板塊呢 就是醫藥板塊 醫藥板塊 醫藥板塊 這邊就是我們的人工智能和數字經濟 那目前呢 我們比較 AI IT 那這邊呢 就是我們的總部經濟板塊 中電鍵總部 保力長大 以及華潤燃氣 主要就是這些 哦總部 科技 晶密儀器裝備員 目前主要引進的是雷洛的一個手錶品牌 那未來呢 我們也會引進一些 比如說晶密儀器這一類的 嗯 OK 好 這邊請 哇 它的管真的很大 是的 它分了很多板塊啦 產業板塊是怎樣的 城市建設在裡面是怎樣的 交通建設包括說未來的規劃是怎樣的 每個板塊它做得很小 哇 你這裏真的學到野博士 是啊 還有呢 很多領導人 來看一下中山未來的板子 都是你這個規劃管的 是的 所以大家觀眾呢 你 有福了 哈哈 哇 那這邊呢就是我們的生活服務中心 還有我們的西灣外國語學校 你叫艾紅色的那個 哦 那邊是西灣國際學校 國際學校 哇 大家觀眾是不是真的 對現在我們中國政府 就是那些城市規劃 是 我們叫做什麼 基建訪問 是 我問你服務 OK 那兩集大家學很多東西的了 我相信大家對中山就不是那種傳統的思維 沒錯 以後就有很大的發展 不過剛才說的那個碼頭什麼 騙區 騙區綜合題 我又很有興趣 因為其實我看剛才那個碼頭 都很 因為那個地鐵站和碼頭成為一體 那我就覺得很重要 其實它在那個位置除了起樓之外 其實它有很多配套 很多設施 其實整個騙區慢慢都很大的幫助 所以我要去再去了解一下 實地研究一下 好 這兩集呢 我相信大家給大家 應該是聽說 就沒有其他人 申請到進來拍攝給觀眾看 這兩集很珍貴 希望大家記住 如果大家把我的影片 你可以多分享給你的朋友 讓大家都了解到中山的發展 好嗎 記得給我一個讚好 我拍到影片給大家看 是不是 全部免費 還有 還未訂閱記得快點訂閱 OK 拜拜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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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